來一個比較結合時事的 為什麼現在傳出說 長榮航空的機師 在飛飛機的時候 竟然說無照駕駛 他沒有把人命當一回事 其實這個部分來講 這個部分來說 是誤會嗎 還是事實 應該是一個誤會 為什麼說 就是說當然你不能說 完全是誤會 就是說 怎麼了 因為我們國內機師來講 他其實本身的升等 他是有一定的這個 等於一定的邏輯 你說像波音777來說的話 他原先他傳出新聞的狀況 這個機師 他原本是波音747的駕駛 我們看到波音77的駕駛在這邊 那個駕駛在這邊 然後他後來換到什麼 換到波音777 波音77的駕駛在這邊 各位會發現 其實還滿像的 對不對 你看 我們覺得都一樣 對 他幾個那個 就是包括多功能顯示器 然後駕駛盤 然後像這個IMS 就是那個慣性導航等等 這些設定 其實基本上還滿接近的 為什麼 因為他波音的客機 既然是波音的客機 他當然會把他的座艙 都設計得非常接近 像你看最有名的 過去波音767跟波音75機 所以兩種飛機 基本上是同一個駕駛艙 對不對 就讓你這個飛行員 在這個公司裡面 你能夠快速的派飛757 也能夠快速的派飛767 主要這個還是降低 航空公司的人員維持成本等等 但是他這個 以波音777跟77來說 因為他畢竟飛機上 還是有些差異 所以以目前國內的換訓來講 你如果是從波音747的客機 或波音737的客機 你要換訓到波音777的話對不對 他基本上要經過一個 短時間的一個換訓 我們叫Short Transition 然後但是如果說 你今天你從別的機隊 像你如果是Airbus的機隊 A330 A340 A320 A310這些機隊 你要來換到波音777的話 因為他整個駕駛艙的介面 是不一樣 特別是我們講到 空巴的駕駛艙的駕駛介面 波音還是端一個盤子 我們講端個駕駛盤 但是空巴 他基本上完全就是用駕駛桿 然後駕駛桿就跟飛戰鬥機一樣 所以如果是空巴的 轉到波音的 那你要經過一個比較長時間的訓練 對 通常如果說 你今天77轉機機的話很快 但是差不多兩個 都會三個月左右 大概通常是三個月前後 大概比三個月多一點 比三個月少一點 他在第一個階段 他是要先上學科 當然要把一些相關數據搞清楚 其實飛機這個事情 因為你既然會飛 你就知道哪些飛機的一些情況 你不要進入那些狀況 基本上來講飛駕客機 就很安全了 但是你要把那些數據要記清楚 比如說多少高度 多少速度等等 這些相關飛行參數你要把它記起來 記起來以後 好 第二個階段 你要去考模擬機 模擬機考過以後對不對 就代表你今天駕駛飛機的能力 沒有問題了 好 再來接下來就是上機實訓 上機實訓你要說 為什麼航空公司 居然可以讓後面有乘客 你還讓飛行員在上面訓練 你是不是不把我們乘客的命 當一回事 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 你現在777的飛機 你飛到多少錢 你有可能讓飛行員 他比如說完成了模擬機訓練之後 你要讓他上去 你要專門弄一架空飛機給他飛嗎 成本太高 成本太高了 所以這個時候通常航空公司 他就會在錢上裡面派三個組員 如果是短程航線 比如像台北 香港 這種區域的短程航線 他會派三個飛行員 一個是這個我們剛剛講到 已經完成模擬機訓練 但是還沒有考照 還沒有駕照 等於還沒有考到的 另外他會有一個IP或CP 也就是機隊中的資深教官 或具備教學機長的 就是他是可以教人家飛行的機長 要有這樣的資格他才能夠再上去 然後另外除此之外 這兩個人之外 他另外還會再加派一個 就是已經合格的機長在後面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飛機在空中 他有一些正常的狀況 他們兩個可以隨時換手 我跟你講 客機這個東西 他基本上來講起落平飛大轉 你在空中要突然碰到 動作劇烈變化 這個難度很高 所以一般人真的有狀況 他們兩個時間 是有時間可以換手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在經過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階段以後 好 最後他的考核關 考核以後 民航局來考核 他這個777的飛行沒有問題了 他就等於通過了 這個飛行員的資格認證 但是他現在長榮這個情況 據了解他怎麼一回事 他已經通過了 也就是他已經完訓合格了 但是他在他的職業執照 也就是民航局給他這個職業執照上 還沒有登陸777 所以這個情況來講 尷尬的空窗期 可以這麼說 也就是說他其實已經過了 等於說也已經OK 還沒拿到手而已 我已經可以發 你已經具備這個資格了 已經檢查合格了 沒有問題了 但對不起 駕照還沒拿到 但這個時候長榮就已經派他出任務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來講 安全性來說沒有問題 程序上有瑕疵